鄉親福利 今天大家晚安 國家暴力這兩個教導力不應該連在一起 國家的存在是為了人民 暴力是國家要保護人民 是要對付暴力 但是每一次中國有人來台灣的時候 台灣的政府在馬英九的領導之下 或者國安官秘書長金普聰 國家暴力就這裡來那裡去 那麼到底台灣人民要怎麼樣來應付這樣的一種局面 我們這裡撤去給各位介紹現場 國內民第一位民進黨立委陳廷菲 謝老師大家好 再來島國前進的發起團 本身也是反服貌學運的領袖陳偉廷 主持人老大好 再來就是反服貌黑箱民主陣型造極人律師賴宗強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翁水町 大家安安 大家好 再來就是台左維新 台灣左派維新成員 那也是學生反制也是反制軍的代表 我們的林宇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各位朋友 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來台灣 不過昨天諾富特飯店跟警方破門逐客 軟禁民眾的做法 引發了社會一陣花然跟爭議 到底東西的情況是怎樣 我們一邊來還原 一邊來聽聽看看相關人士 今天怎麼說 了解一下 我們沒有做任何事喔 最好不要動到我的身體喔 房客拒絕開門居然被破門而入 衝進來的是誰 兩名男子身穿西裝 胸口還有看起來像是飯店識別的別針 門外就是一票行警人員拿著DV搜證 請離開 親自出馬趕房客離開的這名外國人 不是別人 正是諾富特的總經理Eric 飯店對待隔壁的房間也一樣不客氣 你憑什麼撞門 我們已經懇求你開很多次了 你一定都不珍惜這樣的機會 張志軍25號抵臺 民主陣線入住舉辦王章會的諾富特飯店 被當捕述之客 如此代客之道 前一天諾富特還宣稱是關懷顧客 飯店臉書馬上被網友罵翻 七千多名網友給二評 五星飯店當場只剩1.3顆星 趕房客究竟是飯店還是警方的主意 認為說你們不配合 他們已經要跟你們終始這個企業 所以他們不認定你是他的住客 我沒有接貨飯店任何人跟我說 他取消了這個企業從來沒有 不只被破門 民主陣線成員還控訴 趕不走被軟禁 沒水沒食物 網路也被斷訊長達10小時 警政署大動作出面否認 警方欺度逼問要不要離開 說是關心恐怕民主陣線成員 不會領情 火也好 關火也好 軍警這邊不管怎麼做 他們都說 搞法不管那 那是飯店自己的作法 但是我們的生活經驗 你知道飯店不可能自己做這個決定 我們現場就 賴宗強律師在現場 宗強 你們進去的時候是26號凌晨嗎 對 他們知不知道你們是誰 飯店知不知道你們是誰 知道我們的姓名 除了知道你們是你的姓名 你要給他看身份證嗎 他們知不知道你不是一般的旅客 有可能知道 因為我們剛開始去辦手續的時候 櫃台是兩個接待人員 是 那但是當我們把身份證交給他的時候 是 他們非常緊張 另外來了兩個應該是比較資深的幹部 所以總共是四個人 是 深夜凌晨四個人在辦手續 是 那我想那個時候 他們應該就知道我是誰 是 他們在踹門的時候 因為我們鏡頭有沒有看到 你們在裡面 我們看到鏡頭外面是 有一個人是飛踹 他們在踹門的時候 你們心裡是什麼感受 當然覺得非常的憤怒 那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會覺得恐懼 就是我們在場的朋友 那你本身是律師 你跟他們做了什麼樣的溝通 好 整個過程是這樣 就是第一個他要求我們開門 好 那我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我們是跟你訂房住宿的房客 那 照最高法院的判決 一旦我們辦完住宿手續以後 這個就是我們的 相當於我們的住宅 那我就跟對方要求說 你憑什麼要我們開門 你有沒有檢察官的搜索票 有沒有法院的搜索票 如果沒有搜索票 我們不開門 是 照他們的說法是說 你們兩個人來登記 後來來了四五個人 是這個狀況嗎 確實我們登記的是兩個人 但是事實上 半夜裡另外來了五六四五個人 他們是這麼說 不是說 我們去的時候本來就是半夜了 晚上一點 是 晚上一點的 大概晚上一點多 我們去辦你住宿登記 那我們一般去住旅館的時候 旅館的作業也是 一個房間一個人登記 是 但是我們辦手續到我們的夥伴陸陸續續來 是 然後在櫃檯 是到櫃檯不是到房間 是 當櫃檯把房卡交給我們的那個時刻 是 所有的七個人 七個人全部到齊 是 飯店的人非常清楚 是 我們總共有七個人 是 而且我們是一起 就是 進到飯店的房間 是 一起開鎖 進門 是 並不是說 有兩個人先住進去 然後半夜又來了五個 不是這樣 他們現在所傳播的訊息是這個樣子 不是這樣 是 那個 韋婷 是 照他們的說法 就是說這件事情 是飯店自己處理 飯店自己報警 那他報警警方就一定得來 那些人到底是什麼呢 第一個 這個說法你們覺得是正確的嗎 那當然現在其實 有兩種可能 一種可能是這個飯店報警請警察來 另外一種可能是警察其實要求飯店 你趕快找一個說法 讓我們警察可以來執行這樣的勤務 那警察他礙於他這個法令上的規定 他覺得這樣做很難看 那去找飯店的安管人員來做這樣的行為 非常有可能 不過我想要在這邊提醒所有的觀眾 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現在看王璋會 這從昨天到今天 我們看所有新聞台的報導上面 我們都有一個現象 那個現象就是說 只報導衝突的場面 告訴我說 很多人去這個嗆王張志軍 可是他從來不會告訴你說 到底我們為什麼在反對張志軍 反對王璋會 我要趁這個機會 再跟所有的觀眾朋友 來澄清 再重述一次我們基本的訴求 我們在反對王璋會 很多人說我們是逢中必反 其實我們不是逢中必反 我們這立場 從來不是反對台灣跟中國有交流 要談判 可是我們我們要的談判 是我們在立法院裡面 就一再強調的 任何的協議的簽訂 任何的政治談判 經濟的談判 應該在一個前提之下 那個前提就是兩岸協議的監督條例 要先確立 一個人民能夠參與的機制才能夠做到 可是我們看到這一次王璋會 裡面談到好多的議題 包括最重要的 互設辦事處的問題 這嚴重牽扯到國家的主權 跟未來中國來設辦事處 是不是有可能造成中國 像香港在中聯辦 中國在香港設中聯辦一樣 去干預香港的內政 未來也要干預台灣的內政 我們看到法國的媒體 在昨天王璋會結束之後 來踢爆 中國未來就想要在台灣的五都 去設立辦事處 他是不是可能去操盤 台灣的各式各樣的選舉 這些問題 我們陸委會 沒有告訴我們 他怎麼簽 沒有告訴我們 他怎麼去做安全的評估 沒有告訴我們 他怎麼因應 我們嚴重的譴責 我們陸委會 居然在我們喊出這個訴求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立法之前不得進行談判 這個東西還沒達成 他就繼續在做王璋會 這是我們重點 反對王璋會的理由 中央我再補問一下 照他們的說法 他們並沒有軟禁你們 不管是警方或是飯店 並沒有軟禁你們 不准你們離開 這個說法是正確嗎 這是錯的 在下午4點的時候 其實大概是3點50分左右 那我們就對外發一個訊息 就4點鐘我們要在飯店的門口 開記者會 然後我要離開 那當時我就向航警局人說 我們總共4個人要離開 我們得到的答案是 我不可以走 除非7個人一起走 誰跟你講說你不可以走 因為飯店是要你們離開不是嗎 航警局 那他用什麼理由說不讓你走 他說要走的話必須7個人一起走 那這個是第一個時間 所以所有的媒體都知道 我們發4點鐘要在門口開記者會 但是那個記者會沒有開 因為我們沒辦法下去 那後來我試著要從電梯走下去 也是被攔住 這很顯然的是限制行動自由 第三件事情 大概6點鐘的時候 我們再跟他表達說 他們要求一起離開 好 那我們接受 我們7個人願意一起離開 所有這些都是根據 交通部觀光局的什麼法 完全沒有法 所以跟飯店一點關係都沒有 對 那個時候飯店的人已經躲起來 不敢跟我們交涉 我們7個人要一起離開 他還是說不可以 必須用他們指定的車輛 到達他們指定的地點 那同時呢 要在他們指定的時間 我們才可以離開 那這段時間就是 對我們人身自由的限制 是 是 換句話說 這跟飯店又沒有關係 後面是什麼人 對 這個賴宗強律師 他就是一位律師 那我昨天在節目中講過 中華民國六法全書裡面 不曉得這個諾富特保全人員 是根據你們的哪一條法律 也不曉得行警局是根據 六法全書裡面的哪一條法律 可以限制人身自由 告訴我 告訴全國的觀眾朋友 所以 跟飯店根本無關 這根本不是旅客的問題 現在說是因為飯店的關係 那行警在外面等於說在監控 錄影 那首先是要講的就是說 諾富特飯店 他跟我們去住宿的時候都知道 這個就是一個契約 契約當然是民事上的問題 他可以跟你 等於說要求你們搬開或怎麼樣 但是不能用這樣籌產的方式嘛 不可以把你們整個門搬破 要求你出去 第二個問題是 那為什麼到現在還不懂 從昨天到今天 為什麼可以強制 剛剛賴律師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七個人要就一起離開 不可以有人先離開 這就是哪一條法律啊 所以有人說啊 有人今天說 這些人包括行警局 包括諾富特這些保全 你們可以準備請律師啦 我講坦白的 是 就我跟你講已經忍無可忍了 從陳雲林一直到現在 張志軍這個事情 這麼多年來 他好像吃定了台灣人民 然後另外就是國安局啊 更好玩 他說因為張志軍跟國安局 只負責國家安全的維安 所以呢張志軍不算 那不算的話 請問你們是憑什麼 行警局是憑什麼 把他們的人身自由 限制在這個地方 包括要走一起走 包括電梯不可搭 包括要一起搭 他們的警車交通工具 到特定的地方 你們是根據哪一條法律啊 張志軍是一個很特殊的來賓 這個我們承認啊 可問題是 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來賓 可以讓我們國家的執法人員 包括警察也好 包括幕後現在否認的國家 國安局也好 他可以漠視台灣法律上的規定 跟憲法 保障了人民人身的自由 國家要告訴我們 政府要告訴我們啊 所以這邊大概確定一件事情 國安會國安局這些 所謂的情治單位或者是 治安單位 你們脫不了身嗎 你們推給飯店推得掉嗎 各位朋友 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 自從昨天下午下飛機抵達台灣起 民眾抗議的聲音如影隨行 昨天晚上下達淡水浮容飯店 為早安局到今天清晨 到底抗議的民眾 是怎麼跟維安人員周旋的 周圍來了解一下 就在張志軍進入淡水浮容飯店時 激進側議成員嗆嗦高喊 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隨即被周遭的維安人員制止 現場一片混亂 亂軍中有人被拉扯 有人被推擠 這些成員是在25號晚上6點左右 進到飯店的咖啡廳用餐 眼尖的警方發現後 部署維安人員坐在周邊 隨後飯店表明停止營業意圖感人 成員之一的徐立妍想去上廁所 卻被摔飛 當場造成左小腿和眼睛周圍挫傷 一群人硬是被趕出飯店 可天清晨又有人來嗆聲 郭婉瓢盆全出籠敲得正天響 清晨五點半天才剛亮 十多名抗議群眾集結在飯店外 說是要morning call 要張志軍別再睡了 警方派出三十名警力嚴加鎮守 房客被音量吵醒 穿著內褲跑到陽台查看 環保局在現場扮起黑臉 拿出分辨器側音量 警告抗議群眾分辨超標 張志軍下他淡水湖蓉飯店 從晚上到清晨抗議聲不斷 聽到台灣人聲音 應該不是只聽到台灣 叫起床的聲音 這個愚人保護張志軍的安全 也包括不讓他聽到台灣人的聲音嗎 我想對馬政府來講 從那個08年成員來臺的時候 他們就是一樣 例如說平常在這個 平常說很喜歡喊說支持中華民國 然後維護中華民國的國家主題性 然後例如說日本故宮博物院 日本那個展覽 不過把故宮國立兩個字拿掉 馬英九七個噗噗條 結果張志軍來臺的時候 沿途你看到所有國旗 全部不准掛 福隆飯店上面本來還掛一隻國旗 不知道為什麼那天 我們昨天進去的時候 福隆飯店上面國旗異常 就憑空消失了 跟故宮破款國旗一樣 你確定嗎 之前有國旗 之前網路上有對照圖 之前那上面還掛一個國旗 那不知道為什麼 昨天一到現場 因為昨天其實我們也 學賴東牆律師那樣子 我們昨天就是用那個比較 沒有被警方知道的名字 先去訂飯店 所以我們昨天一直 中午的時候就有成員 住在裡面去觀察 那後來發現很多 危安的人來了 那到後來到晚上的時候 我們有一群民眾 包括那個剛剛新聞 畫面上面看到的 有一群成員在咖啡廳裡面 二樓餐廳裡面用餐 就用餐到一半 他們說營業時間到九點半 結果九點半還不到 九點多的時候 八點多九點的時候 可能他們發現他們有意吧 因為裡面有包括 包括基金側翼或者是 台主委診一些成員 可能是警方已經認得 認得臉孔了 那同樣用一群危安人員 十七八個 把七八個消費者 顧客有付錢的顧客 直接把他圍住 硬是用撵的把他們撵出去 用摔的用撵的把他們請出去 那後來請出去就算了 那現場還有公民記者 他本來在現場做記錄 他被一群女警包圍 女警包圍完之後換男警 他整整這邊被限制了 兩個小時的人生自由 他沒有辦法離開 那現場層層的請例 就是把他圍住 然後不斷問說 到底為什麼不能離開 我為什麼不能離開 現場警察不給一個說法 還是一樣 是 維定從318到現在 你們有感受到 所謂的危安或者是國安的層級 一再的加上 而且時間速度非常的快 對我想 包括說其實你看今天這一 從光是看昨天這兩天的發展 就已經非常的清楚 包括說從昨天的破門事件 包括說我們昨天其實在場內 有破門事件以外 其實場外也聚集了兩百多名的群眾 兩百多名群眾 你發現那個警察是幾百名 數倍以上的人力 在對這些群眾 說圍堵 群眾要靠近這個飯店的現場 弄扶在飯店的現場 也就是跟警察產生衝突 那包括說 那在看 這個昨天看到這個 剛剛這個咖啡店的事件 包括說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圓山飯店現在已經全部客滿了 全部客滿了 高雄圓山飯店 對 那我們看到說包括今天 今天這個 現在他們在自行區 立法院在省自行區 還是危險這些成員 大家進 犯進立法院裡面的時候 有成員嚴重的受傷 待會餘倫可以講得更詳細 我們覺得說 事實上 我們的確認為說 這個國安的層級 是一再提高 的確我們認為說 包括這牽連到之前金普聰 我要再提一次金普聰 請金普聰 他已經不適任他現在這個位置 去全國巡視 做這種違憲越權的舉動 那我們現在的確感受到了 這就是金氏的威力 金氏威力告訴我們說 之前傳出來 金小道要用這個軍隊來 可能群眾運動在更激化的時候 用軍隊來對付學生 的確我們現在已經感受到威力 是 金飛 嚴格來講 從六年前陳雲妮來到現在 這一次台灣民眾 其實已經很克制的 說真的 跟六年前來比 但是 好像國安 倒過來 不但不克制 而且是 看得到要不放牆 推下去 其實我們看到這一次 完全就是高度戒嚴 是 他完全在 護這個張志軍 基本上是一種高度戒嚴的一個態度 就是所有的簽名警力 把張志軍團團圍住 拒絕讓他聽到台灣人民的聲音 是 那其實我們一直講 奇怪 張志軍 來不是說他要聽台灣人民的聲音嗎 是 王玉琦也說 希望張志軍 可以聽到台灣人的聲音 可是為什麼我們用警力團團圍住 其實從賴律師這件事情 其實你有看到說 警方是敢做不敢當 我們必須講說 今天如果沒有警方 讓飯店人員當靠山 請問飯店人員敢踹門嗎 他有這麼膽大萬為敢踹門嗎 因為今天他已經影響到客人他的安全 跟他自己的居住權利了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警方你不是助紂為虐嗎 如果說今天警方在收證 他是已經危害人權了 甚至今天他在收證的時候 剛剛好我們看到的是 今天飯店人員他是現行犯 他直接在干擾所有房客 他的一個安寧 那是不是要現行犯要逮捕 居然沒有 我們看到警方收證以外 然後進到裡面的時候 是任憑他們來限制 所有房客的一個居住自由 那我們必須講說 一開始他們的理由是什麼 是安全理由 可是安全理由可以無限上綱嗎 關懷旅客 關懷住客 然後之後才改做說 是關懷客戶 然後今天警方又發了一個新聞稿說 沒有他們只是來關心 房內成員的飲食需求 奇怪了 你今天為什麼敢說不敢當呢 如果說今天第一時間 要踹門的時候 我相信從我們的影帶 看得非常清楚 他們說我們一安全的理由 希望你們可以開門 但是如果安全理由 沒有搜索票 人家也沒有做違法行為 人家也沒有做所有緊急需要醫療的動作的話 請問所謂安全理由是什麼 那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今天我要進馬英九的官邸 我也說我安全理由我要進馬英九的官邸 我要進到任何一個人的住家的時候 我也說安全理由我要進到任何一個人住家 是 所以今天如果把安全理由 這四個字無限上綱的話 那我們台灣未來會變成什麼樣的一個世界 是 我能想像 唯一可以說為了安全理由就是 我踹門的時候你要休閃 不能讓我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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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安全理由 好 我們這段時間到這裡休閒一下 我們繼續到下 有聽到抗議的聲音嗎 張主任 各種聲音我都聽到 中國國泰辦主任張志軍所到之處 抗議團體入影隨行 甚至在機場飯店發生破門事件 南下高雄接受電台訪問的前總統 李登輝感嘆 現在的政府到底怎麼了 現在領導稍微不一樣 沒有尊重老百姓的意見 應該老百姓的意見 反正讓我丟了解一下 週五張志軍預備參訪中南部晚間下塌高雄圓山 因為擔心抗議團體鬧場 相關單位形成保密到家 甚至用民間機構民意訂房 飯店還是看到新聞報導才知道 即將迎接張志軍 這幾天趕緊重新裝修套房 所以直到張主任來的時候 我們利用這個時間稍微整修 以圓山飯店在2008年接待過陳佑林的經驗 再加上飯店只有大門出入 要進到住房大樓又有開闊的腹地來看 抗議團體要成功滲透的機率不高 這幾天其實都是客滿的 飯店裡面我們目前就是有訂台 有登記住房的我們才能夠進入 至於張志軍預備入住的套房 打開落地窗就能看見澄清湖景 只是基於維安的理由還沒有確定是哪一間 飯店除了高層都將南下作鎮 內部的任務分配也都按照國賓規格演練 至於外圍的交管維安 還有國安單位和地區警力負責 屆時張志軍是能聽見抗議的聲音 還是只看到無敵湖景 外界都在關注 各位朋友我們曾經一個概念 房滿跟客滿是兩回事 房滿就是說這房子都有人租了 但是有沒有人住進來 那是兩回事 那麼現在就是相關單位 給他一口氣包了四十間了 那當然可能跟這個諾波特機場 這個飯店事件有關係 但是各位朋友 我們的行政院長 所謂的自由主義派的教授 他針對這件事情 也就是昨天踹門這件事情 我們的自由派院長怎麼說 他說個人的私權 有時候要顧慮到團體的權力 韋婷 這叫什麼意思 個人私權要退讓 因為還有更大的團體的權力 我是不太聽聞的 你連個理解嘛 對 我覺得說個人私權不能抵觸到 將以華跟馬英九個人的面子 在經濟權利其實就是一個問世之詞 所以這些作為因此就合理化了 當然沒辦法合理化了 就是說當然馬英九他們當然有一套講法 就是說這個張志軍來台灣 這是這個共同集體權力 他們的權勢裡面認為說 這種兩岸的關係 這種互動對台灣人是有利的嘛 那所以這個東西要用來壓制 這個個人權利的理由 當然就算這個也不成理由啦 那我要講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其實我們一再重複我們的訴求 之所以有這麼多民眾 百姓去抗議這件事情 就是非常清楚 就是你無法去告訴人民說 到底張志軍跟王玉琦在會談 談什麼 你如何說服人民這件事情 對台灣是有利的 現在王玉琦跟 王玉琦跟陸委會馬英九 連這件事情都做不到 所有的會談包括 這個張志軍今天去跟朱立倫的對談 原本是對媒體來說是公開採訪的 我們看到今天中午進行的時候 臨時又改成了黑箱的密室會談 我們看到這整個張志軍來台灣 來台灣訪問的整個過程 就是看到說他其實不只是 我們抗爭者的這種言論自由的打壓 包括媒體新聞的言論自由的打壓 媒體自由採訪的打壓 其實也是非常嚴重的 其實我們認為說 馬英九你連這種 這種要說服人民的意志都沒有 你說服人民的意志都沒有 你如何去說服說今天這個會談 張志軍今天來談 是符合台灣的共同利益 我們完全看不到 中小他為什麼要說服 他用幾個所謂的飯店的安全人員 加上幾個警察 還有背後的國安局 我順便講一下 各位朋友 國安局都是軍人 都是軍人 國安會裡面的 有一些組長生等等也是軍人 我的意思就是說 軍人指揮警察 然後再來對付人民 鍾強 這其實已經證明一件事情 台灣幾乎跟戒嚴差不多了 沒有錯 事實上 在2008年陳雲林來台灣的時候 政府為了招待陳雲林 就是等形同戒嚴 讓台灣的集會遊行權力倒退 那這次為了張志軍第一次來到台灣 我親身見證了 那我相信所有的老百姓也看到了 就你住宿你的居住的自由 會受到如此這般的侵犯 會被破門而入 然後會被限制人身自由 那為什麼會這樣 是我們真正要探討的 就是說 為了讓這個王璋的政治密會 可以順利舉行 那居然用這樣的方式 來限制人民的人生自由 總長講到這個 我有一個我一直很感興趣 因為我看那兩個所謂的飯店安全 怎麼看的不太像一般的平民 你跟那些他們身上有飯店的證明嗎 有些有 有些沒有 那很多人講 證明是真的 人是假的 你跟他有對話嗎 我的經驗是這樣 聲稱代表飯店的人來交涉的 包括一個法國級的經理 然後一個講話是香港口音的飯店主管 第三個 那個第三位 語氣非常強硬 講話非常官僚的 那他說溜了嘴 這怎麼講說溜了嘴 他說他們都是領國家薪水的 那大家納稅人不要為難 不要為難他們 那他說他代表飯店 那我想說這飯店不是委託經營嗎 沒有委託怎麼會是一個領薪水的公務員 那我問他說先生你貴姓大名 你現在要跟我談我怎麼稱呼你 他不敢講 我沒有名字也沒有姓名 無名無姓 其實應該是那位應該是情治人員 或警方 但是用他聲稱他是飯店的人 好 各位朋友 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來台灣 當然很多人民對他們禁見街 只要很不敢去控宜 但是去的人群裡面 也有歡迎張志軍的民眾 不過這些人似乎動機不太單純 這些人是打哪裡來的 我這個打除了打人打以外 還有真的是從哪裡來的 又做了什麼事情 來 作為了解一下 不論是在桃園機場 還是在新北市的戲指或五谷 只要是國台辦主任張志軍造訪的場合 就可以看見這群黑衣人的身影 其實前一天他們才在桃園機場 跟台聯人士爆發激烈肢體衝突 混亂中有人手上的標語被扯下 有人眼鏡掉了 還有人跌倒在地 事後台聯青年軍控訴他們遭到黑人毆打 縱容所謂的黑道 然後讓那個黑道分子 或者是那個所謂的這個不明的暴力分子 來毆打我們的一些青年軍跟我們的一些幹部 所以我們也會正式蒐集資料之後 一以提告 不只張志軍所到之處黑影床床 有一位化名Docco的網友 也在自己臉書爆料 Docco自稱是國民黨青年黨員 他說關於張志軍的行程 各地黨部都有號召支持者 其中包括一些不正派的人士 要前往的勇士們請注意安全 Docco還說這幾天的車馬費價碼 明顯高於500元大概是2000元左右 還要求身體強壯者 畢竟姚國旗的阿伯跟阿姨沒有辦法動手扁人 對此國民黨也發出聲明說 絕對沒有花錢找走路公歡迎張志軍 網路的片面支持絕對不是事實 但是我們就要問一件事情 為什麼這些黑衣人都能夠成功地打了人以後呢 全身而退 現場不是沒有警察 不是沒有所謂的親自人員 誰的幹什麼呢 這個台灣地區發生這個黑衣人 我不知道背後是不是黑道 非常有可能 毆打去抗議群眾 不是第一次了 桃園機場發生過嘛 對不 打到老闆 打到很多人中心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警政署發動掃黑 把其中部分的成員掃進去 其中還包括足聯邦的府堂 一些份子 如果這一次同樣的事情 同樣的打人 同樣的暴力 而警政署不馬上蒐證 進行所謂的掃黑提爆流氓的話 那我們可以合理的解釋 台灣的中華民國馬政府很簡單 你就是跟黑道站在一起 暴斃黑道 很簡單就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呢 我們台灣是一個言論自由的民主人權國家 所以我們可以去抗議可以去抗議張志軍 可是你也可以去支持他 OK的 在各自劃定的區域裡面 各自表達你的訴求 但是 你不可以把我打 不可以集體施暴 好奇怪 這些所謂的情資單位這麼厲害有沒有 不管在哪個地方 不管他們在什麼黑道站 都可以抓得住 都可以控制得住 我相信他們在情資的掌握上 說謊白的 這麼厲害 他們沒有辦法知道這些黑衣人的來歷嗎 你不要騙 很簡單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非常的訝異 我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從此以後 不要再用自由派學者來稱呼 現在的行政院長江儀化 否則就是侮辱了台灣的自由派的學者 對他們是很大的侮辱 為什麼 他講的那句話 他講的那個個人私權跟集體權利 顯然也是衝著賴宗強他們來的嘛 個人私權就是說 你要去打飯店的自由 很重要 不過集體的權利更同等重要 今天如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的人 高幹講這句話 我不會覺得怎麼樣 這句話讓我想起什麼 最近這幾天 香港在公投 你知道嗎 人民辦公投 讓我想起了中共要打壓香港 這句話更讓我想起了 民國七十八年的時候 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 血腥屠殺 喂 個人的私權很重要 但是集體的這個等於說 權力同等重要 我的國家你們要犧牲 包括你們的性命在內 這竟然是台灣的行政院長江儀化 所講出來的 令人覺得瞠目結舌不可思議 所以換句話說 是不是 宜倫 是不是 黑衣人 打人 也是為了國家的 團體的利益 這個解釋得過去啊 我想昨天在現場 在那個淡水芙蓉飯店那邊的時候 現場也有發生一些零星的衝突 那時候是有幾個黑衣人 有些穿白衣的 他們不一定全部穿黑衣 他們也知道變化的 穿白衣這樣 那一些黑衣人白衣人 刺龍刺鳳的 那不知道為什麼 現場有一群獨派的一些阿公阿嬤 那他們就突然往這邊衝過來 那有對這些阿公阿嬤動手動腳 那當場看到這樣就覺得很憤怒 第一個是這邊就是一群老人家 老人家 對張志軍會造成什麼威脅 第二個是你對這個 你對這群人動手 對這群獨派的人動手 我想他的目的很簡單 就是要讓你怕 就像白狼張安樂 那時候在那個 在學運期間的時候 繞了一大群人 還有那個秉宗那邊唱中華民國送 過程當中大家只注意到 王秉宗那邊唱歌 卻沒有注意到另外一幕 是有一群人被那群白狼帶來的人打 打得亂七八糟了 結果學運過後 一百七十一個人收到法院的通知單 一個一個清算 結果打人的人呢 那我們在學運過程當中 難不成我們這些參加學運 參加社運的這些人 我們有親手 我們毆打過任何警察 我們做任何傷害別人的事情 那反而是那些在過程當中 來製造衝突的 飆車組來打人的 來放信號彈的 對群眾放信號彈的 這些人我們目前沒有看到 他們任何人收到警方 任何一張 收到船票 或是警方在偵辦這個事情 所以我發現在 國民黨的價值觀裡面 似乎這個打人 或是打人啊 殺人啊 或是傷害別人 他彷彿 比這個 這個 反對國民黨來的輕微的多 所以對國民黨來講 好像說你反對國民黨 這個 這個 這個嚴重性好像似乎 高過於那些黑道 似乎光被警察打還不夠 還要找黑道來打 你們才會怕 你們怕嗎 對我們昨天在現場 碰到的狀況有兩個 第一個是我們到現場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必須 就其實我們這兩天 在看這個媒體報導 很多媒體就很簡化的 在處理方式 就是說好像這個 歡迎張士忻 跟反對張士忻 兩邊互嗆 這個媒體常常要操作一種方式 這是很簡化 很弱智的一種運作方式 我覺得所有觀眾 要看這種新聞的時候 必須要留意 因為事實上這就是他們 希望塑造出來的場面 好像有人支持 有人反對 這樣兩邊的 人民意見不同意 可是 可是事實上我們看到的狀況是什麼 我們看到 永遠在出來 在支持 歡迎張志君主任 都是同一群人 連衣服也不換 包括說 對包括說這個 最直接的這些人 就是中華統一促進黨 黨總 黨主席這個總裁就是張安樂 這是大家就非常的清楚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現場看到的事情是什麼 現場看到的事情就是說 在畫面上看到的這些人 昨天在我們第一時間到現場的時候 他們這個 他們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舉這個五星旗 讓大家看 也不是舉得很誠懇的 還要滑手機 好像是來打工的 是 那現場在這個地方 就看到我們的 在跟警察推擠的時候 一直在跟這邊旁邊吵弄 說警察趕快打 打用力一點 會戲 另外我們有朋友 在機場去接機 他們親眼看到的一個 看到的一個場景就是說 大家這個 一群阿公阿嬤被動員上來 歡迎張志君主任 大家就講得很開心這樣子 然後這個我們就有反對的這個 就我們反對 當然我們去抗議張志君 張志君這個 張志君來台的同學 就跑去休息時間 跟那個支持的阿姨聊天 問他說那你為什麼支持張志君 那阿姨跟他講說 張志君是誰 張志君是誰 跟旁邊就討論起來 我們同學就跟他溝通 你知道嗎 跟他辦事處阿什麼 阿姨就說 喔 是這樣 後來對方的這個帶對了 就趕快把阿姨趕回去 所以說這個事情 也說溜絕 這個對 這個事情其實一再的發生嘛 我們必須要去警告 就警醒就是說 所有的台灣的同 我們的觀眾朋友 要注意這個事情 好像說什麼 有人支持 有人反對 這個都是民主社會 這是一種假的 這是其實在操縱輿論的手法 那這種手法 我呼籲所有的媒體 你該做的事情 不是就是簡化的這種對立 然後灌輸大家好像這種印象 你該去追這些人是誰 但是維廷除了這個 我要問就是 有沒有把你們打怕 我知道有的人 看到血 甚至打到自己身上 真的會怕 就跟被警察壓到水鍋上面去 一次兩次第三次他怕 這個效果有沒有可能呈現 對當然 我相信當然這種暴力的威脅 大家都是 可能有些人會受到驚嚇 包括說 遇到就是大家 直接衝上來面前 就是說 在嗆毒我說 看你不會送 那其實碰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一樣的態度 就是說 那你有什麼不爽 你說說看 我們可以來溝通 可以來談這件事情 就是說其實我們的態度 其實一貫的非常堅定 如果你有什麼 你有什麼樣的態度 我們可以來談這個事情 其實我們在學運的期間 也聽過很多的故事 本來說 就是這個幫派的老大 就是說 就是你如果來旁邊這個 在學運的現場旁邊 就是要騎車 飆車繞一繞去 你可以領多少錢 但是後來有些人是 繞一繞之後發現 認同我們這個學運 跑來參加 後來就參加 其實我不會用什麼黑衣人士 幫派分子來說 這些人就定位 他們就是一個 就壞人 事實上他們 這些所有的朋友 他們也很多人 在學運的期間 很多人是本來被動員來要造勢 後來受到大家的趕招 一起來支持學運 做了很多基層的努力的工作 但我真的要呼籲所有的媒體 所有的觀眾朋友 一起去追查 這些人到底是誰 把這真相弄清楚 這是關鍵 好像警妃 警方一點興趣都沒有 官方一點興趣都沒有這些黑衣人士 可是我們看到照片 十四五歲人 很多人叫屁孩子 他可能連統一的統一字都寫不到 但是問題是這些人 重點不在這些人怎麼來 而是哪些人叫這些人 怎麼查查不出來 其實今天有在網路爆料 說這可能是國民黨去動員 所謂青年軍 然後上來的 然後可能走路攻就是兩千左右 其實我必須講說 現在國民黨是否認 可是有這麼巧嗎 你今天說要身強力壯的 結果現場真的就是身強力壯的黑衣人 雖然他們有些改變了穿著 穿了白衣 但是一樣 就是這些人根本不了解說 他今天來的意義是什麼 可能就是說他們可以去揮拳 他們可以去動手 那今天如果不是警方給他們當靠山 那請問他們敢去到現場做這些動作嗎 所以國民黨是執政黨 他如果要撇清最佳的一個辦法就是怎麼樣 均均勤特都在 把這些人怎麼樣 背後人 把他調查清楚啊 是啊 而且警方你可以收證啊 你應該收證的是收證這些人 動手的這些人 到底他們有沒有什麼背景 到底是誰動員他們來的 到底是誰指使他們來的 順藤摸瓜 都不用 都不用 要仿效賴律師軟禁十小時就查出來了 所以說從這個角度來看 似乎人民面對的真的是白道加上黑道 其實現在最可怕的就是說 現在台灣不只是對付中國共產黨而已 現在台灣居然還用黑衣人要對付我們自己的國民 這是台灣人現在最悲哀的 如果你今天要製造這樣的對立 像韋庭所講的 他就是要製造這樣的一個對立衝突 讓大家覺得很厭煩 怎麼會這樣的對立 然後讓大家去覺得說 不只是反對的聲音 人家還有贊同的聲音 但是你也要做得比較漂亮的嘛 你動員來的人也不知道你今天張志軍是誰 然後動員來的又一對黑衣人 只是要出拳而已 那這樣子只是會讓我們台灣人民的分化 還有對立更加嚴重而已 因為他人不夠多 所以要來這一套 我們這段先到這裡 休休節 謝謝 各位朋友自從 金浦中等到國安會畢數都要 所謂的國安 所有的規格 所有的成績 一路加三級 動不動 就是來硬的 那麼今天立法院 是不是趁著張志軍來台灣 趁亂之中 國民黨想要把赤金條例 他要給他過去 但是人民並不接受 不接受 控制 這是正常 宇倫 這一抗議 是不是又有人動手抗人了 對啊 就是我們一進去的時候 其實我很少看到方分局長舉牌 因為先生請你不要煽動群眾犯罪 我不要看我不要拿到 我為苦先知 所以那個今天我們就是被抬的過程 不過警方的手法非常非常粗暴 像我們台所微信的副總召 他當場是被大概六七個警察壓在他身上 然後拳打腳踢 然後結果他現場的時候休克 那那時候就送到馬街醫院去 那後來有恢復意識 那還有一些女孩子 他是被被男警 正常我們台女生用女警 就像男警 有摸胸部的 有扯頭髮的 有抓腳的 那這個完全這個有性騷而嫌疑 那過程當中都非常粗暴 這方分局長不斷講說 我們要用那個柔性的勸離和平理性 就會問你所謂和平理性和柔性的方式 造成一大堆人掛材 我們要關懷客戶的安全 那骨折骨折 頭破血流頭破血流 是 總想看這個樣子 將一話內就其實已經在定調了 個人的權利 碰 管理什麼憲法不憲法 碰到團體 就國家的更重大的權力 全部給我退位 不退是 不退我幫你退 是不是這個樣子 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了 這是一種 這已經不是自由主義了 這是一種集體主義的思維 是 那認為說 每一個個人 要為一個神聖的國家來犧牲 是 那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所謂的神聖的國家是什麼 為什麼王璋會 要戒嚴成這個樣子 是 就是 國共 馬英九要在卸任之前 完成他的政治談判 他已經講過 希望有馬錫會 為什麼要有馬錫會 就是要建立一個超穩定的架構 讓這個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的原則 什麼叫做超穩定架構 就是說 政黨輪替了以後 也改不了 所以 這個是為什麼 今天王璋會 必須戒嚴成這樣 必須限制人民的自由 到這個樣子 那這樣的一個政治談判議程的推動 正是我們這麼多的民間團體 必須挺身而出 來揭露這個事實 來阻止這樣的政治談判能夠進行 事實上 這幾年以來 人民已經給馬英九六年的時間 六年來 他的所有的兩岸政策的推動 等於是都沒有經過國會的監督 沒有人民的參與 一路闖紅燈 開快車 那我們要告訴馬總統 到此為止 我們不再給你這個授權 所以你們的 或者台灣人民的問題 不在於他們鬧事 他們壞事 壞的事情 所以當然來應的 這就是我們的馬總統 這段新告家 休息一下 我們繼續 維林這次進行 中國加上共產黨 加上國民黨 似乎人民不團結起來 站出來 好像台灣就倒下去了 對 我們必須要再一次提醒所有台灣人民 現在所看到的王章會 並不只是單純的王章會而已 張哲君選擇在這個時候來台 習近平在過去這兩個月以來 轉手為攻 在學運過後 去對台灣做很多相關的宣誓 提到要和平統一 要盡速的進行 要推動馬行會 現在看到媒體報導出來 其實最壞的議程 時間在什麼時候 在今年年底 中共方面就想要去推動馬行會 推動兩岸和平協議 馬英九在上個禮拜才去附和他 講到說我們要一個超穩定架構 在一個中國原則底下 在九二公司底下 一個超穩定架構 未來就是要換了換總統 也不能輕易的改變 這樣架構 這個事情其實是現在正在發生當中 這是王章會現在 也可能初級的問題 但我們現在面臨到一個 非常重要的點 就在於說我們完全不知道他談的 詳細的內容是什麼 完全密室的黑箱的會議 所以我們在 我們必須要強調一次 我們不是逢中必反 不是無理性的 在做這種行為 我們事實上 我們在做 我們在做的行為 是我們要求這些所有的談判 所有的協議 都應該攤在陽光底下 讓人民來檢視 你不要偷偷摸摸的 想要搞什麼馬熙會 搞兩岸和平協議 應該叫人民來共同的決定 我們談到台灣前途 自己決定是這個意思 可是現在有這麼多的問題 我們看到 包括要互設辦事處 中國來台灣設辦事處 可能干預相關的內政 你的辦事處設立的方式 還是在一個中國原則底下 嚴重矮化我們的主權 我們看到現在自經區 各位不要以為自經區 好像就是一個獨立性的東西 我告訴各位 其實自經區就是一個 服貿貨貿的後門 服貿協議簽不過 在自經區這種條例上面 動手腳 讓你偷偷摸摸摸的搞過 今天輿論他們之所以如此 才會去頒越立院的圍牆 去提醒各位這些事情 辦事處 自經區 服貿貨貿 事實上就在為馬熙會 在為這個兩岸和平協議 最後終局統一的談判 在鋪路 這個談判的時程真的不遠 中共的方面一直在施壓 很有可能就在今年年底之前 會有個進一步的議程 這是之所以我們今天 要求去反對黑箱王章會 要求讓所有兩岸的協議跟談判 攤在陽光底下 讓人民能夠參與 讓台灣人能夠決定自己前途未來 這是我們之所以這樣主張的原因 是 那你們跟民間的其他的團體 現在有在串聯嗎 對 其實我們在各的團體 包括說民主鬥陣 黑島青 包括說我們老國前進 事實上大家其實在都參與在 反黑箱王章民主政線底下 那其實這樣就很適合 政線上在其他團體上 行進來 天委